这是哥老师的得意地址 得意地址要去参加这个 1WC 大家好 欢迎来到 搏击相对论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一下 关注第一时间 获取最新的精彩资讯 今天咱们继续看 大型电视连剧寸拳凤一系列 因为昨天发了一期 妙峰拜访歌舞员的视频 其实只发了一半的内容 截止到今天为止 妙峰把另一半也发了出来 其中最让我震撼的是 歌舞员有一位弟子 居然要去参加UFC的比赛 当然了 这句话我也卖个关子 只说了一半 好了 我们来看另一半的内容 首先是妙峰拿手把 体验歌舞员的爱徒 冯小宝的通辈拳的威力 其实这种拿把的方式 现代补击里面基本没有 因为歌舞员通辈拳的招式 胳膊就像一条鞭子 从上往下甩 而现代补击里面的手把 无非就是直拳摆拳勾拳 没有这种从上往下打的 所以这种方式的靶子 我是没有拿过 四大历程 妙峰也下意识的全身发力 20名少林功夫 全部你俩 在扛住 少林功夫好啊 跟你好 原来老师傅一直想打妙峰的嘴 这说的是心里话吧 让你之前乱说 然后就是妙峰感受了一下 大罗的铁壁弓 高扫踢 力量确实不小 跟大师一起玩的久了 自己也成了妙大师 然后就是妙峰用扫踢 也体验了一下歌舞员胳膊的硬度 毕竟身大力不亏嘛 二百多斤在那摆着呢 根本踢不动歌舞员 这个通北拳的发力 随后妙峰想了解一下通北拳的发力方式 歌舞员让妙峰击打一下自己的专用器械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有时候上面的实战 可以接近一下这个 传统的发力 对你先打了 你先打了 然后然后你先打了 然后我在那里打了 怎么打 就是你找的吧 就是拿掌拍的 妙峰这是最基本的击打方式 歌舞员笑而不语 力量虽然也不小 但是和歌舞员确实相差很多 随后歌舞员向妙峰展示了自己的功夫 确实歌舞员的胳膊里面 就像没有骨头一样揉顺 他的胳膊就像一条鞭子 非常的柔软 能够把力量给甩出来 无比的流畅 再加上从上往下砸的那个力量 在了解其原理后 我们来看一下妙峰的悟性怎么样 我试一下 我刚刚已经看到 巴尼老春的歌拉斯鱼 把插好多 这个力量 我再试一下 听声音就知道 对我们这种声音是 他打的声音好像 顺便在里面去 其实就和搏击运动员平时打靶一样 听声音就能听出来 有的力量只在表面 有的力量能够渗透进去 然后歌舞员又把这个展示的机会 让给了自己的爱徒冯小宝 这次应该比打钢子的小搬手 简单的多 好家伙 这个是十一种科学的发力 我觉得这种东西可以多传承 多发扬 所以说 哥老师没有什么假的 从今天开始 不要打假 哥老师 好吧 我已经亲自 紧引过了 没问题 那些怀疑是假的 可以自己来试试 可以自己来试试 我记得你之前不是怀疑他不能够实战吗 跟他打一下实战 接下来就到了歌舞员的另一位爱徒赵鸿刚 妙峰体验赵鸿刚横向的力量 并且得知赵鸿刚要去参加UFC 我们来听一下 这么一说我就了解了 应该是从去年开始吧 白大拿举办了一个耳光力量 我之前也发过几期 所以说他也属于UFC旗下的一个赛事 并不是那种八角龙的综合格斗 我们来看一下赵鸿刚通辈拳的威力 如果把妙峰的手把当作对手的头的话 赵鸿刚应该没问题 但是我之前也说了 耳光大赛是相互的 你打我一把扔 我打你一把扔 所以说你的抗击打能力怎么样 这个也最为关键 你可能有一击必杀别人的实力 但是万一别人先打你一下怎么办呢 接下来就到了妙峰和各务员碰胳膊 明显能看到 妙峰这小身板撑不住 毕竟两人差着几十公斤了 各务员应该是100公斤 妙峰的话应该是70多到80左右 跟钢柜一样 皮肤打完了都会有二人 这个碰一下其实不是什么坏事 他等这个伤好了他的功力又会增加 这次哥老师给我紧一下哥们 瞎死我这个小弟功力大增 功力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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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又到了亲身体验 各务员巴掌位立的环节了 不得不说妙峰的体质率是真低 从成年人的角度来看 一看就非常的自律 因为对于成年人来说 最简单的事情就是变胖 两人非常的谦让 和街头打架不同的是 街头打架上来就是我先打你 我先打你 他俩却相反 你先打我 你先打我 歌舞员一巴掌过去 妙峰没事 可能是妙峰胳膊上的脂肪低 肌肉多 所以在表面上看不出来 一或许是妙峰已经受了内伤 肌肉还是可以啊 可以 我说 我就说打这里嘛 说一些搞笑的话嘛 可能可能这个 那种比较白的人 我这个比较黑了 歌舞员对此也做出了解释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你给他点时间 硬实慢慢的就出来了 别人 还是这个 你先吃进去他就出来了 快出来 你先吃进去他就出来了 你拍个网 你赶上晚上 他们的意思应该是等到晚上 你回家的时候就觉得痛了 也能看到红手印了 我们来看一下妙峰打歌舞员 我感觉换成百拳的话效果会更好 好了对于这次拜访 这就算是全完了 我们来听一下当事人妙峰 对这次拜访的看法 今天拜访完歌舞员 陈阔老师了 他是我目前为止遇到 网络上 最有实力的 传统武术高手 实力确实有一些 比那些打砖的要强 这点没问题 之前我打假网络上那些 打砖头 打石头 打钢筋 混泥土 这些那些网络大师 跟歌舞员陈阔老师 不是一个段位 他们打那些砖头 石头 混泥土 那纯属是一个表演 而且他们发的也是那种实力 打石头 打砖头都不好说 但是打混泥土的 应该属于同种段位吧 虽然说练习的功夫不一样 但是我感觉段位应该是一样的 歌舞员陈阔老师 他定的是 中国的传统武术群种 通辈群 这个通辈群啊 我刚刚在信场 进食到了 他的魅力 他这种发力是放松的 穿透力非常强 通辈群的话 实战咱没见过 反正街头打架 没见过用通辈群打的 擂台上更没见过 也可能是我咕噜寡闻 就等这个赵鸿刚 看看能不能顺利的参加 美国的耳光大赛了 练习传统武术 或者传统功夫 我个人感觉 这种传统功夫 最初的目的 应该也是为了实战吧 呃 我呢 也练习少年传统功夫 很多年 啊 歌舞员陈阔老师的 这个杂掌 我才扛了三下 扛了三下 这句话能否理解为 如果打实战的话 还是没问题的 对于歌舞员的腿功 妙峰也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还有那个网络上说 呃 踢那些人 呃 他天天踢一脚 就在那里痛苦不堪 呃 倒在地上 这个我失眠一点 因为他刚刚踢我一脚来 我的腿上的抗击打本来就比较好 然后呢 我也经常念 所以呢 我还能扛得住 就是忍得住啊 呃 普通人没念过的 肯定就是那个效果 好家伙 妙峰这一段情商非常高 既表达了歌舞员的功力非常高 也说了自己的抗击打能力非常强 双赢 另外对于批扳手 妙峰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所以他拍的作品 呃 也没有作假 包括批扳手 扳手呢 是质量 好的那种刚的 那个是批不弯的 是吧 普通的扳手都可以打完 所以呢 我们给大家诚信的 就是最真实的状态 最真实的东西 希望大家正确的认识 我们中国 呃 真正的传统武术 呃 这个通背群就是一门 很好的传统武术功夫 呃 值得 我们去把它发扬光大 传承下去 其实吧 我个人感觉 传承和发扬光大 这个还得靠自然和市场选择 就像达尔文说的 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 当然了 我的看法也可能是错的 另外 妙峰对于之前说的 扛死掌和死腿给出了解释 我们来听一下 很多网友说 我没有挨住 歌舞员死腿 这个我要声明一下 我之前发的作品 已经说过了 是歌舞员老师 踢我 然后我拿着那个脚把 扛死腿 如果他把我踢飞 我就奖励一万 那个作品 呃 前面还有 看着威力这么大 我再说一句 这是配合表演的 就跟拍电影一样 好吧 有机会 只要歌舞员大师同意 我会登门拜访 然后我也拿着这个把 让他踢死腿吧 死腿之内 只要他能跟我踢 这样踢飞起来 我自己拿出一万 奖励给他 我说的是拿脚把 呃 现场 歌舞员老师也说了 拿着脚把那个踢 是没有事的 所以就没有踢 当时我就说了 只要是练过 不计的兄弟们 一看就明白 歌舞员和他徒弟 之前拍的那个视频 纯属是为了视频的效果 所以说这次 根本就不用踢秒锋 肯定能扛得住 然后我们再来听一下 手臂的 我说用手臂 可以应接歌舞员老师 陈库老师十项 那我今天呢 只接了三项 那确实接不住 他这个爆发力确实很强 我敢说 普通没练过的人 一项都接不了 这就展示了他真正的实力 实力非常强 所以兄弟们 希望我们支持 真正练习这种 传统武术功夫的 这些传承者 习练者 坚决打击那些网络上 那些 以传统武术为幌之 利用那些江湖卖艺的小把戏 去欺骗粉丝 误导大众的这些假大师 希望大家正确的认识 中国的传统武术 看来妙峰 这次是心服口服了 对于这次拜访 不管你练习什么功夫 无论是传统武术 还是现代搏击 还是通辈拳 还是少年式的铁壁宫 主要是看你练习功夫的目的是什么 是实战 还是表演 还是要传承 还是要强身健体 这个是问题的关键 就看自己如何选择了 根据你的目的 选择不同的功夫 就像我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上学的时候 不被同学欺负 而选择的三打 好了 其实最让我期待的 就是各务员的土地 赵鸿刚参加美国的耳光大赛 其实我个人认为 各务员参加最好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一下关注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精彩资讯 下期节目更精彩 谢谢大家